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尔 一座活力四射 热情洋溢的亚洲城市 时尚 潮流 动感 文艺 是人们贴给这座城市的印象标签 然而 中国武术飘洋过海来到这里 又会和这座城市碰撞出什么样的异样火花 两个东方文明交融之中 中国武术与韩国跆拳道 又能怎样交流中互建 和谐中共生 人来人往 步履随风 韩国首尔开始了一天中紧张后的释放 时装 音乐 街舞 泡菜 与中国同处亚洲大陆东部 这里有着极鲜明的文化色彩 出于对运动的共同崇尚 在诸多文化差异中 武术却成为两国人民交流的共同语言之一 握似一张弓 战似一颗松 罗声敲响 一场避开生命的中国武术比赛 在首尔如期举行 中韩两国是一衣带水的友好联邦 长期以来 两国人民在体育 文化 礼仪 饮食等诸多领域 相互交流 彼此影响 形成了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深厚关系 作为中国文化代表性项目的武术 如今也早已在韩国深入寻常百姓家 灵秀温婉的韩国祥明大学依山而建 清晨 山间深处 剑出鞘不如飞 一对功夫侠侣打破了校园的第一森林境 一动一径 一刚一柔 原本两人想借着校园美景一展豪情 可谁知 动静之间 自己也成了校园一景 小伙 唐红福来自美丽的中国青岛 从小习武于少林 一席黑衣是她的标配 武术所学涵盖少林拳 太极拳 行义拳 八卦拳 每日练功 二十多年不敢轻易懈怠 姑娘 朴文姬 一个地道的韩国女孩 从小不爱散打 不爱跆拳道 偏偏觉得中国太极最符合她的气质 这一练 十几年来就再没有放下过 我最喜欢是台琪 因为我的性格有点快 动作有点快 突然生气 突然开心这样的 但是台琪学习的话 这样的有点低了 江湖儿女总是相识恨晚 因为对武术共同的爱 两人一见如故 确认过眼神 他们成为彼此最依赖的人 我2012年考入了山东体育学院 大学二年级 我的二人作为韩国国家武术队预备队员 这样的一个身份 去到我们山东体育学院进行武术学习 就是在那三个月的交流的阶段内 我们相识了 相恋了 然后最终走到了一起 步入婚姻殿堂后 情节发展却有些反转 他们并没有选择留在青岛过安稳日子 在唐弘福的提议下 两人又跨起背包 来到首尔开启了留学之旅 而促成他们来到韩国留学的原因 跟婚礼上发生的一件事有重要的关系 在中国我们举办婚礼的时候 有一些韩国的朋友 他们一起去中国参加我们的婚礼了 其中有武术表演 他们说这是什么表演 我们说的是武术 他说武术是什么 后来我们就说中国功夫 作为我们国家这个民族传统体育的代表性项目吧 尤其是在韩国这么近 为什么武术没有普及到这里 所以说当我们举办了婚礼结束以后 我跟我二人我就决定 我说我们在韩国继续深造一下 在这个读书的过程中 也可以进行传播武术 既然确定了目标与决心 唐宏福的留学生活就不会是轻轻松松 在大学 他们选择攻读韩国体育学专业方向 课余时间 他们还总会寻找机会 创造机会 去义务表演和教授中国武术 一动一静 一刚一柔 台上台下 夫妻间的默契配合 赢得了韩国师生的一片叫好 现在 他们已经是学校里 声名赫赫的功夫明星 学习中国武术 需保持气定神弦 急躁不得 每一个动作都要讲究到位 才能习得其中的奥妙 一次课下来 唐宏福总要跑前跑后 忙着不停 但动作是否只是动作 动作背后的实际意义又是什么 为了调动韩国朋友学习的性能 谭宏福喜欢打开大家的想象力 让每位学习者都能知其然 并知其所以然 先前你给他讲过这个东西 他会在练的过程中 不是咱们去思考一些问题 上一个动作 我的老师告诉我怎么样用 这个动作虽然没有告诉我 我是否可以抱着这种探索的心理 去练这个武术 他在自己内心里就产生了一个兴趣 在思考的思维 去考虑这个问题怎么样用 左半面的动作 武术太拳的二十太拳 左手 白城寿教授 这种想法是非常有趣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跆拳道源于徒手格斗术 它起源于朝鲜半岛 背后历史已有两千多年 1994年 在第103届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会议上 跆拳道被授予奥林匹克运动会参赛项目 从那以后 跆拳道成为奥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之一 其实 在1955年之前 韩国并没有跆拳道一说 它是由韩国英雄人物崔洪熙将军所创 1937年 崔洪熙将军留学日本 将日本松涛馆流空手道 与韩国民间武术元素融合 在发展中融会 在继承中创新 最终得以定型为 今天我们熟悉的跆拳道 白衣束腰 拳脚多变 呼吸之间 以刚制刚 无论男女 不分长幼 舞台之上 离时离中 在韩国人眼中 跆拳道正是他们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 如今 祭祭格斗之外 跆拳道又因时而变 融合了当下流行元素 衍生出了特技 舞蹈 影视等 向世人多元进现跆拳道武术之魅力 近些年来 跆拳道的海外推广 也是风生水起 不仅在中国收获了大批粉丝 更在国际舞台上 走得更加深远 韩国祥明大学体育馆 是学校师生们进行体育课上课和开展运动的地方 这一天 对运动新的理解和接受方式 那么中国武术的推广又该如何因时而变呢 因为这个就好比像我们借鉴武术一样 因为很多人很多家长一起起来练武术苦累 小孩练不大了 但是如果你武术的转型 转型上像他们那个体育课一样 融入了音乐 将武术的训练方式像他们一样 学员们都很愿意去学习 愿意主动地学习 你走吧往前找一找吧 看一看吧 看一看吧 先看一看 好 拉松 手机用的有吗 韩德风才用的 对 这样的还便宜 这不是 我跟他那感觉有点贵 留学期间的唐红服积蓄并不多 但是为了武术表演能有更好的音乐效果 他还是决定挤出一笔生活费 来购买质量不错的音响设备 听一听吧 我们试试了 我试试了 我让这个不好听 武术表演是纯纯的中国风 音乐烘托上 唐红服准备寻找最心仪的韩国音乐 动作即出 音乐响起 就能立即抓住人心 这是唐红服内心的设想 这一旁 同样热烈的是首尔红毅大学附近的闹市街区 红毅大学是首尔有名的艺术院校 到这条街上的都市追逐文艺时尚的潮流男女 街舞音乐吸引了年轻人太多的目光 唐红服与妻子偏偏要在这里做一个大胆的实验 年轻人乐聚集的地方 如果把准备好的武术表演在这里进行展现 能够吸引多少人的关注呢 他们想到了要和一个街舞表演团队一起合作 其实也就是想借助空间吸引更多关注 武术要走出去才能被更多人看到 武术要在年轻人中流行起来 就要有更好的推广方式 唐红服没有停止去探索 这个课题也许会持续他整个留学生活的全过程 而唐红服与妻子又在韩国另一所大学里 开始了中国武术表演 世界上有武术的地方总会有中国人的影子 中国人在向外传播中国武术的同时 也在传播着武术中和谐友好的价值理念 以一个更积极开放的姿态 去拥抱时代与世界共舞 动物雄梦 我身强体现 造化自然 修大道之缘 剑家立笔 开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自然 即使的转发自然 别阻力返想 也许会 相闻 在两乎 直接 直接 生鸮 你 叙 dead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